还会有其他的状况呢 我们要看发展 那在我们展开今天的这个主题专访之前呢 我们先告诉大家就是 这个北节呢 已经在6点钟准时发车 而陶节呢 也在6点20分准时发车 那至于这个台铁呢 受到地震灾害影响的是 巴督到宜兰的上下列车 有延误的情况 那受阻的车站各位可以上网查 不过呢 当然也包括了就是 从巴督一直到宜兰 那宜兰到南澳间呢 按地震5级墙半里停驶 然后到凤林按地震4级半里 七度到香山按地震4级半里 那已经开始这个巡查路线 那应该是完成的回复时间呢 是早上的8点 公路总局表示呢 这个台7线台8线都是正常的 台9线呢 有零星落实 公路段清除当中 台7线台9线苏澳到五塔沿线 初步都是正常的 那好消息是 这个目前没有任何重大的灾情 只有零星的散落物 这是在东部海域发生规模6.0的有感地震 镇央是在宜兰县政府南偏东方36.5公里 地震深度22.5公里 发布国家级的警报 全台各地最大阵度 宜兰6级宜兰5级 那其他的地方您所在的城市 花莲新北台北新竹桃园市台中市四级 花莲市南投县基隆市苗栗县新竹市苗栗市彰化市苗栗云林县三级 南投县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市二级 高雄市台南市台东市屏东县 澎湖县一级 那台风的影响呢 那松山机场有四个航班呢 今天呢这个是取消的 因为我们刚好昨天晚上有台风啊 那今天是厦门飞往这个松山 松山飞往厦门福州飞往松山机场的是停驶的 那至于台风的情况怎样 不排除他如果往北的话会变成墙台 我们陆续提供给大家最新的消息 早上应该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地震20秒是蛮长的 好我们谢谢这个听众朋友 希望您能够一切平安也注意自己的这个安全 谢谢在现场我们请到的是台湾智库的国际事务部的主任 董思琪先生这个来跟我们谈 最重要的是这个只有他可以谈的最 深入彻底哦 那思琪早 寇姐早 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 早上时候你起床没 早上 5.28分的 被邀请了 被邀请了 他还蛮蛮久的 是的 那很多的朋友呢 在那个时候都赖来赖去互相问平安 那有些地方是停电脑呢 正在恢复当中 这个地震加台风呢 那这种情绪会让大家感觉到就会比较凝聚团结 不过呢明年有总统选举 我记得是2020年 2000年的时候发生九二一大疫症 那这个希望一切都是可以顺利的 好我们今天呢 请教思琪的原因是因为 很多人大概也听过了日韩的之间的贸易战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台湾很这个跟韩国的关系非常好 可是我们好像在新闻媒体上 感觉上比较熟悉安倍 文在寅长什么样子 如果要你马上思考 可能很多人还没有办法思考 是的 那不过文在寅在韩国的形象是蛮好的 因为他以前是海军陆战队出身 他会画画 我记得刚上任的时候 就是台湾驻韩国的代表是谁 台湾驻日本的代表是谁 每个人几乎了解一点政治都知道 是是驻日大使 那些大使大家都很清楚 那我们驻韩的大使唐电文唐大使 那其实也是去年才刚过去 唐电文 他以前是 马绍尔的大使 然后经过了一年半之后 所以他是大使调过去的 那董思琪因为是韩国问题专家 上次来的时候问他说 你怎么变韩国问题专家 在台湾韩国问题专家其实很多 只是不太不太那个显性 为什么 那我们去日本的观光客多还是去韩国的观光客多 那当然还是去日本多了 但是去韩国现在近年来也突破百万 那也蛮多的 然后台湾的交流人数超过两百万 所以其实算是成长很快速的一部分 所以我为了赎罪 我这个周末三天就去汉城 首尔了 我讲汉城韩国人会打屁股 其实我对韩国 跑过非常多次新闻 第一次就是他们的那个马可氏 跟金大中的金永三之间的 第一次是对不起那是菲律宾 第一次是卢泰宇跟金大中 之前的那个时候的选举 那是其实菲律宾跟韩国是同时在1986 87年的时候开始这个民主化 那我们跑完菲律宾出来跑韩国 那用韩国的选举来逼压国民党政府 民主化 所以各位可以看出来 其实在政治民主上面 我们跟韩国是相互在那边竞赛的 那那个时候还叫汉城 那后来韩国人就把汉城改成首尔 对2005年的时候 当时的首尔市长李明博就发起这个 把汉城把它改成 因为这个汉城这个字是华人给他加上去的 然后原来他的名称Sowur 本来是金城的意思 那就是一个首都或者金城的意思 韩文就是金城的意思 它是就是一个纯韩文没有汉字 那我们一般的韩文里面的话 大概有70%有汉字 那像是这种专门的就是 纯韩文没有汉字的时候 那通常他们会用表音的方式 或者是说用意义的方式把它写出来 但是就会跟声音对不起来 哦 哦 是 所以那是因为中国远古朝代的时候 就叫人家那个汉城 对就是之前就是因为汉人聚集的地方了 所以把它称为汉城了 哦 所以后来首尔把它改成了这个名字之后 在李明博的执政过程当中正名化 然后韩文本来以前有汉字 是是是 现在也都去汉化 之前的话 汉格尔他们现在用的韩文字 它基本上有点像我们在用的 注音符号的那种结构 是哦 它会我们注音符号也是把它上成 楔形文字的方式去排列嘛 可是我们过去摸摸摸比较简单 那个 那个韩文那些字好可爱哦 对 一个圆圈一个人一个大意 但是它其实有它的一个意涵 就是母音的部分的话就是天地人 它有一个那样的关系 然后子音的部分是跟发音的位置有关 所以它其实 因为我们注音符号 其实理论上来讲是更好理解 而且它像是一个拼音的体系 我觉得我们那个 当然因为我们跟韩国当时断交断的有点心痛 所以台湾人对韩国是有爱恨情仇嘛 但反过来讲 它其实是比较大的国家之中啊 最晚的 比较晚跟台湾断交 不是最晚 但是比较晚 其实最早跟我们断交的第一批词里面是有日本的 对对对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上次这个 上上个礼拜吧 张国诚教授来这边谈中美贸易 我们谈到日韩的问题 他就跟我说 他说其实我们跟韩国的关系非常非常好 几乎就是官方的这种交流也不太受打压 只是台湾人不太注意 只注意韩流 所以今天起董思琦 这个教授来到现场 帮我们来谈一下 就是台韩关系当中 我们台湾驻韩国的代表 其实他也是大使籍嘛 对不对 然后韩国驻台湾也是 是是当然 而且韩国到台湾的大使 基本上都是比较资深的大使 那我们在唐大使之前 石定大使他之前还在中国次长 所以说基本上都是 我们之前也都是很资深的外交官过去 所以这代表双方的关系 是还蛮密切 而且都很尊重对方 所以我们等于你有准这个实质关系 双方的交流是越来越密切 那特别是在这个之前虽然是因为 九二断交之后曾经有一段的时间是没办法直航 但直航恢复之后 现在双方的互访的人数是越来越多 我们跟日本也曾经端航过 台湾跟日本台湾跟韩国的端航是 非常的策心的 那跟沙烏地阿拉伯也是 因为蒋家政权跟他们的关系很不珍惜 这个李承晚 然后跟日本更别讲了 我们台湾海下的日志更别讲 蒋介石先生还留学日本的 所以这个看起来台湾关系 在台湾它多半都是在交流上 因为韩国的民进来台湾 那个很多的某太太某太太都好兴奋 那我们请问你我们政治经贸关系现在如何 因为日韩现在在打贸易战 那我们现在可以 就是说可以促销什么东西 让日韩贸易战当中的某些缺口 台湾可以把它补足呢 那当然日本跟韩国 他们现在陷入这种经济上面的一些 暴富性的行为 那日方他不定义为所谓的贸易战 他认为是一个对于安全上的问题 有疑虑所做的经济的措施 安全的措施 那韩方则是把它定义为贸易战 那他们的现在的聚焦的基本上 一开始是对于一些战略物资 战后的 那包括是对于半导体和晶圆代工 所需要的一些这个材料 化学材料开始 然后接下来会有一百一千一百多项的这个项目 会变到一个这个清单里面 会韩国要跟日本做交易的时候 会变得程序很复杂 目前状况是这样 不是征税啊 不是征税 他跟这个美中茉莉战争的做法有点不太一样 那我们等一下就请这个董思琪教授告诉我们说 因为他是韩国问题专家 我为什么要希望是这样做 我觉得我们的 我觉得韩国 的驻台湾的代表处可以更积极的来 告诉大家 这个韩国对台湾很好 韩国很好玩 韩国除了冀州岛 除了要去穿那个韩国的服装之外 其实他的整个的首尔啊 还有什么釜山啊 这个光州啊的发展 其他有一个历史性的 我们在节目里面介绍过很多韩国 那但是他都是林楚英小姐 告诉我们韩流连续剧以及呢 电影啊 他里面对转型正义 他们做了非常多 我只是个继承车司机 1987有没有 拍得非常好 然后最近有个叫辅佐官 连续剧 对我们还因为这样子 特别去看了他们的国会 他们的国会 比我们的立法院要微移一点 好我们立刻回来来看 韩国跟日本到底在打什么战争 台湾跟日本跟韩国之间的关系里面 那台湾人怎么看待韩国这个国家的发展呢 因为那个电影 清瓦台我看过 那个电影因为他是拍得很漂亮 但是韩国其实有个汉江对他来讲的发展也很 他现在是这样 就是汉首尔他其实分江北跟江 江北原来是政治中心的原因 是因为他后面有一个山 北汉山 然后今天有江 所以这个贝山帮江 所以是易守南风 所以他那边就是以前的镇京中心 但是就像台北市本来西区开发太多 所以后来就往东去 他们就江北开发太多 后来就往江南 对 所以他的地形地貌和镇京中心就有一点点转移 他的国会算是在江南吗 江边 他的国会是在江上 他是在如意岛上 对他是在岛上 那他本来这下国会现在变成了这个 一个首尔市议会 所以首尔市政府的对面 旁边的是首尔市议会 那以前他们国会在那边 他们国会很精彩 以前又有人在国会 有国会议员丢垂裂单 有这样的事情 有 他们的是不是非常的那个 最近除了辅佐官之外 他们还把美居的指定 我知道 对对对 不是大家都炸死人吗 他其实翻派的还蛮不错 主尔说翻派的很好 而重点是他对于这个韩国的政治 还有韩国的这一个对于这一个对外关系的说明 就是看那部戏的话可以蛮了解他们的想法 对我看第一集 而且韩国的至少汉城的捷运 他的交通其实比较容易识别 他比东京不复杂 对对对 大家一开始会怕韩文 是是 那可是如果睡觉起来就还OK 现在已经有20多条线 我们都觉得会会那种lost 我还是有lost 我们还是有lost 对 很容易 不过现在很多地方都可以讲中文 对 中国人太多 对非常你随便任何一个地方 你只要人任何一个地方 你只要讲中文 他就会跟你讲中文 每一个地方都会讲中文 然后好奇怪 而且大大小小都有 是 好 韩流在台湾 他掀起了近十年来的风潮 不过我们跟韩国的关系 这个政经上的发展 其实也是非常有渊源的 韩国本来在明洞有一个我们的 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大使馆 那还是清朝时代就有的 对不对 那边还有个国民党的党部 对啊 后来就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给抢走了 大使馆被抢走了 那其他周边的这些大楼的话 现在就是跟我们 跟当时跟其他国家一样 我们就是用借用当时侨民的力量 把它摆下来 先登记在他们名下 有没有被抢走 现在有一些部分有一些争利 哈哈哈 我们在美国不是很惨吗 后来还花了一些钱 双向元本来是登记在那个 没收你钱 不过后来好像付出了一些钱 那不管怎样 就是因为这些政治关系 这个在很多对韩国问题的观察上面 大家可能会有成见 可是韩国他很早的时候 然后三金金大中金永山跟金中币 但金中币比较没当选总 对没有 那好 那现在的韩国的 我们今天集中在日韩的贸易战 那日本跟韩国在历史的一年上 我请教 就是说台湾跟日本也有殖民关系 是的 可是我觉得台湾人对日本的殖民时代 比较容易释怀 那为什么韩国比较不容易释怀 那我们从这边来看的话 日韩关系跟台日关系中最大的一个差别点 就是我们是经过日本殖民时之前 基本上清朝在台湾这个地方 并没有一个很强硬的殖民 很强硬的统治 所以也就是当时没有所谓的 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意识 所以当时过去的话 曾经有一句话是 异议与我何有哉 那就是天高皇帝远 皇帝管不到这边 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的 国家的体系的话 它并不是像现在的民族国家 国家跟公民是非常的紧密 那可是韩国日韩之间的关系 很大的差别一点是 韩国本来只是想要当一个 所谓的这个反属国 类似像反属国 他就是自己去跟这个大清帝国嘲讽 跟日本也可以用嘲讽的关系 那他没有想要成为民族国家 但是是日本 逼韩国成为民族国家 所以韩国本来他的 李氏朝鲜李氏王朝呢 他后来就变成大韩帝国 这是日本希望他成为民族国家 结果成为民族国家后十年之后 日本就用日韩和邦的方式把韩国变成的 日本帝国之一 所以他们已经先有民族主义的情绪 所以反日的情绪就会比台湾反日的情绪 还要强很多 因为他们也比较邻近的关系 而且他之前本来他们也就没有想要说成为一个什么什么的韩国人 以前没有这样的概念 他们要成什么人 当时他们就是在李氏朝鲜之下的朝鲜的 他就是一个分属国 他没有说现代民族国家这种感觉 那现在民族国家的话 那基本上就有民族主义的情绪 所以在日本人对于韩国殖民之前的话 韩国其实他 这个朝鲜半岛他可以对于俄罗斯很好 对于清朝很好 对跟日本很好 在大国之中他有一个所谓的世大主义 他不要去出头 结果后来日本就是希望说 你要从中国从清朝独立出来 所以如果说都有去韩国玩的话 那韩国在这个西大门那边有一个所谓的独立门 那旁边还有一个西大门行务场 那个独立门并不是说要独立于日本之外 那是独立于这个清朝大清帝国之外 所以其实韩国跟台湾在清朝统治时代地位是差不多的 应该这样讲 台湾这边的话基本上当时 比较远 而且我们其实跟清朝的关系跟韩国跟当时的自己李氏朝鲜跟大清帝国的关系是不一样的 怎么不一样的 当时台湾已经变成清朝的一省了 那时候的韩国还没有 但是韩国那时候他是一个 就算是就跟是像当时的安南也是越南 或者说其他国家一样 他们是有自己的地位 但是这个国家是用国家对国家 但是跟现在的国家对国家不一样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 韩国人本来不想成为所谓的大韩帝国的人民 这样公民的概念本来没有 他们只想活得开心 对 然后日本人要他成为这样子的人之后 然后再跟他说你要跟我合并 叫他成为那个人之后他就变大韩民族了 变成一个民族主义的国家 因为你大和民族要把人家大韩民族给压制 他们叫所谓内险议题 就是日本是内地 然后朝鲜内险议题 然后就成为一个共同的帝国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 韩国人本来没有民族主义的 那太多的民族主义情绪 后来变成了民族国家 有民族主义的情绪之后 十年之内就被这个日本 用强迫的方式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所以他的反抗比台湾对于日本殖民的反抗 还要强非常多 可是他们的历史的冤仇为什么这么深刻呢 等一下我们看到他的最大的 这一次日韩贸易战争这个撕裂 那都是因为过去其实还有很多摩擦没有解决 对不对 有领土的问题 那这一波不是为了战后赔偿的问题吗 这波是为了战后赔偿的问题 但战后赔偿的问题 基本上对于日本来讲 认为是已经解决了 因为其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大韩民国跟这个朝鲜人民共和国 他们分别独立之后 那他们外交上面对外上面必须要跟其他国家正常化 但是日韩的正常化从1950年开始一直谈到了1965年 然后才有一个请求权协定 当时日本就是用这个无偿贷款和无偿赔款的方式 希望跟韩国重新恢复正常化 所以对于日本政府来讲 他已经花了一笔钱 而且得到当时韩国政府的同意来解决的历史问题 他觉得 对他觉得 但是韩国经历了民主化之后 开始有很多讨论的时候 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说 对于过去历史的问题 我们台湾叫转型正义 韩国叫做过去是清算 那他们要开始去清理过去的历史的时候发现了 有一些问题其实没有被解决 那像刚刚讲 日韩之间很大的冲突矛盾点的话 当然这个强征攻是一个 那就是日本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强征朝鲜的人民去帮他做一些劳逸的工作 然后到海外 然后或者是说在本地 那不管是怎么样 这件问题对于日本人来讲是已经解决了 可是对韩国人来讲是没有解决的 所以他们要赔偿金 是是是 然后这一波就不能谈了 那这一波基本上他们在谈的焦点会变得有点 比较政治化 是跟文战颖有关吗 我们等一下他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那有个人说你昨天才过生日呢 对啊 对比较不好意思讲 人家会问我说是不是要去主党 为什么 你是8月7号 8月6号 你也是 对你是8月6号 我的天啊 你跟假温水同一天生日 对 那你应该加入那个台湾民众的 台湾民众应该来挖你脚 他们有双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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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笑 其实8月6号对日本人很重要 真的吗 这个圆报纪念日 所以第一颗原子弹 哦是 8月6号 不是广岛啊 广岛然后长期嘛 所以是8月6号原蛋 核报纪念日 然后8月14号的时候第二颗 然后就结束了 所以哎呦天啊 所以8月6号其实还蛮多事情 那台湾的焦点就变成都是在那个政治上面 没有那一天是因为他因为主党的关系 对 所以他是因为文在研上任之后 其实没有 在2012年 每个总统都这样 2012年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埋下伏笔了 嗯 因为在法律诉讼的过程之中 本来这个东西都是法院都认为 这国际上已经解决了嘛 2012年的时候最高法院认为有一个事情没解决 就是说你国家的这个赔偿完之后 可是你对个人的精神赔偿 伤害还没有 精神赔偿 他们未安妇也还没解决 对所以未安妇后来就引用这个判决 未安妇一直吵 但是法律上面都没有办法赢 但是在 因为韩国最高法院的判决 对 他就是认为说你解决的请求求问题 但是问题是 你的精神赔偿对于受害者和对于遗嘱 可是这怎么认定呢 那遗嘱啊什么 所以这个韩国就是做很多转型正义的东西 对啊对啊 那他们现在 可是韩国人会 有一部分韩国人 比较蛮气日本人的 是他们有些人是住在日本吗 然后 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他们的情绪是这样 其实文化跟日本有很大的类似性 可是他们的想法是反过来 他们的想法是日本现在有很多东西是受到韩国影响 因为中华文化要传到 因为都是从韩国到日本 因为在日本有浅堂石啊有非常非常认真的去学习 那他们也有操控体系啊 所以他们也有跟日本跟这个这个明朝有这个非常亲密的关系 所以对于他们认为韩国其实认为文化上面是比较有一个事情 对反过来 因为他认为是有很多的文化是透过大陆传到半岛然后传到日本 但是韩国因为分了南北韩 而他人口也不如日本多 对对 经济体也没有那么大 所以韩国有些人的想法是说 日本多不希望韩国统一啊 他统一之后就变也变不到一亿啊 八、九千万人 但如果这样的话 对对对对 没有错 这个比较有趣 所以我们的 对啊 我们认华航下来是他在鸡门口是放中华美国的 没错没错 没错 其实对于台湾算是蛮尊重的 双方的关系蛮好 我们是他们的第七大贸易对象国 他们是我们的第六大 那我们中间只有一个地方有差 就是他们多一个沙烏地阿拉伯 他们在中东那边做那个工程 以前我们跟沙烏地阿拉伯那么好 对 他们开展出一个跟台湾比较不一样的模式 但其他的前六个都一模一样 前五个都一模一样 1970年之后才有 197080年才开始 那有蛮多的韩国电影都在讲这一段 历史 讲江南的跟江南的 你知道啊有钱人吗 读书的 在这边是用家»,是一曲 değiş入行的 今天是一曲的 要称间的 是一曲的 或者是一曲的 好 现在日韩贸易战当中 我们看台湾跟日本的关系 跟台湾跟韩国的关系 我们跟日本当然因为 双方的旅客非常多 那其实跟韩国也是 那各位呢 你如果坐我们的台湾的班机 到汉城仁川机场 这机场真的是好大 的话呢 那个机门口放的是国旗 就是中华民国国旗 跟大海民国国旗 欢迎你 当然因为我们的国旗 常常在居然世界各地被欺负 所以你还会蛮感动的 那不管怎样呢 就是其实台韩关系 是非常紧密的 那除了韩流之外 我们多了解一下韩国 从那个我们所介绍的电视剧里面 你说像辅佐官 或是那个叫指定性存者等等 都是政治议题 所以以后大家去汉城的时候 你可以去他的清瓦台 市政厅 市议会 国会 国会意义市场 对 他的国会也叫国会意义市场 跟东西一模一样 其实我喜欢到各个地方 去看人家的政治 所以刚才提到了日韩的贸易战的渊源 那这一波 所以他们过去从战后脱离了韩国的这个韩国脱离了日本的族 然后成为可是他又被美国人跟这个中共搞坏了 一变成38度线 然后之后他跟日本的关系一直是在既亲密又摩擦当中吗 这个非常的特别一点就是日韩的关系是慢慢的改善 那这个改善之中啊 事实上虽然他们1965年变成了有等于是恢复正式的邦交 但是有一些文化产品的进出口是到金大宗总统时期2000年以后啊 那他才恢复正常啊 也就是说韩国其实民间呢对于日本是很熟悉的 但是正式的官方还有文化上的推动还有旅游上的推动 其实是2000年近年来才发生的事情 那在这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 但是过去的一些问题还没有完 被对韩国人来讲是没有完全被解决 日本人觉得是解决啊 那包括是这个岛屿的问题 岛屿冲突的问题啊 那岛屿冲突问题韩国人认为解决了 然后日本人认为没有解决 就是主导跟独当啊 那这个之外还有威安妇的议题 然后还有包括就是刚刚这个强真功的议题 而且这个东西本来呢 只是民间之中有这样反弹的情绪 政府呢其实基本上是没有太多的碰触 因为碰触这个东西会造成一些问题 结果后来在韩国呢 他的这个司法界开始2012年做一个判决啊 就是说强真功这个议题 虽然有一个请求权在那边 但是他的国家对国家 但是这些强真功的心理精神的赔偿的问题呢 并没有被讨论到 所以认为说被判决说这个东西可以讨论 所以才会出现了我们这一次的一个判决 2018年的时候 10月的那个判决就是说 这个判日本败诉 日本的公司败诉 两家公司他必须要赔偿 那他要怎么赔呢 他们一定不会赔嘛 所以韩方就可以用法院的力量去给他做 那公司呢 在这个韩国的公司给他直接做财产的征收 就是江口洋 当年强真功人家的这些公司 对 新日本重工 然后这个三民重工 对 极大财团嘛 对对对对 然后因为这样的问题 所以日韩关系变得很强 他们是私人公司 然后那怎么会变成政府之间关系恶化 那当然我们现在的这个所谓的主权国家 人民土地政府主权 没有一个是可以被人家侵犯 所以他觉得我的这个日本人的公民公司 会在你韩国被判决 所以他们不接受 然后而且这样的判决是 对于日本人来讲的话 我们已经解决了请求权的问题 那你们这个韩国就对日本来讲 就是一个不手信用的国家 好 那中间有经过谈判吗 在现在就互相这个用白名单来制裁之前 应该这样讲 日方不断的要求韩方要做一个 至少做一个调节委员会的形式 来共同讨论这个问题 那韩方政府的讲法是说 他们是三权分立的国家 所以行政权不会去干预司法权 而是韩方是这样来讲 所以法院已经定验了吗 对最高法院就是说这个东西就可以 然后韩国最高法院定验 日本的公司要赔偿 强真工他们的家属 就是民事赔偿 要付钱 所以对于日本来讲说 这是一个很严重 这个侮辱国格的问题 而且这件事情不是已经已经解决了吗 他们认为在二战之后已经解决了 所以他在这个其实从今年三月 当然在这之前的话 韩治之间又有两次的这个冲突 第一个是这个文在寅总统 后来这个政府就废弃了 这个普警会总统那时候所签订的 所谓的日韩未安复的协议 废弃掉了 然后另外一个是去年12月20号的时候 有一架日本的这个反潜舰的飞机 被韩国的驱逐舰用火线雷达照射 那意思就是说 我已经告诉对方说 我已经用雷达锁定名 我要打你 这是战争行为 但是这件事情 日方就非常的愤怒 希望韩方给个交代 为什么这样做 那韩方一开始的说法 就是说日方你靠 这个飞机靠近我的领海太近 但是对于日方来讲的话 那个是他们的经济海域 所以他认为说 日本也应该可以进去的 所以双方为了这几件事情 吵得不可太交 但是这个日韩之间 就没有一个沟通的管道 因为韩方就是不做任何的回应 他们不是有大使馆吗 对 那其实为了这件事情 本来日方还有派别的大使去 然后去的时候 你说派特使 不是就是换大使 真的啊 就是说日韩之间认为说 他们是可以直接交流沟通 结果后来发现 其实并没有这一个更进一步的交流 韩国的知日的大使 跟日本的知韩大使 虽然互相的派过去 但是双方政府之间 都没有办法进行一个更好的这个沟通 所以僵持在那里 现在的发展就是互相做贸易制裁 应该是说日本先对韩国进行制裁 而且这个制裁 然后他这个制裁时间点很有趣 6月29号那时候刚结束集团体 然后隔天世界的焦点就放在韩半岛上面 因为6月30号 可是在集团体的时候 那个好像安倍就被那个文在寅冷落 你记不记得当时的新闻 文在寅 因为日韩之间他们就是 就是8秒钟 他们就相见8秒钟 但是隔天了 这个G20对日本而言的话意义重大 但是隔天所有世界的焦点 就全部放到了韩半岛 因为川普跑北韩去 所以这件 日本就开始宣布这件事是什么时候 是7月1号 你的意思就是说日本还要是要把大阪的光彩抢回来 所以他跟韩国之间的那个这件事情的纷争 他要把它升高 也是要抢这个媒体的关注吗 日本会认为说韩国其实做很多事情 其实是对日本很不友善 那是北韩啊 那个川普搞的跟那个文在炎有什么关系 还是文在炎在后面去促行 那个金正恩干这事 可是这件事情很特别的一点的时候 日本这一个这一招一出去 是哦 所以他的韩国完全无回击之力 是哦 他们没有准备 所以他是7月1号 7月1号公布 公布这个贸易制裁 对就是这个制裁 然后他只做这三项 所以你看日本只做了一个 哪些一项 就是他有三个 他其实是跟半导体 然后还有跟这个晶圆代工 非常重要的中间的化学的材料 那这三项的话 他分别是在 有一项是跟这一个半导体有关的 日本的这个世界占有率是90% 另外两项的话 一个是70% 一个是70% 他是用行政这个方式做 不是把关税直接提高 不像美国那样 对他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过去常讲的 非关税的贸易壁垒 要不然他会被WTO这个会被告 但是其实就算这种手段 WTO里面也可以去讨论 所以韩国在这一个上个月 7月23、24的WTO的会议之中 就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讨论 7月1号他们宣布 然后中间有折冲吗 中间应该是韩方希望跟日本 能够来一个所谓的局长级的这样的会 或者说这个部长级的会议 但是日方不愿意 后来他们就办了一个科长级的说明会 就是层级很低 是韩方派的 日方办了一个说明会 而且那个说明会的场地 像是在一个仓库里面做 就代表日方很不给韩方面子 那可是重点是 日方的这个作为让韩方 几乎是毫无缓急之力 因为这个是一下子就抓住了 他非常关键的东西 他需要日本的这些重要的零组件 这个主要是化学材料 他不是零组件 他就是说我在做的时候 我必须要有个涂料 那只有从日本进口吗 对日本现在的这个市占率到七成到九成 好帅喔 那你在其他地方很难有替代 然后刚好半导体和金融代工 就是韩国的很强的项目 那他有很多的 韩国不只做中间材 他还做中端产品 所以他有非常多的东西 生产的时候一定需要这个料件 那经过了已经一个多月了 对 但是这有个东西 其实我们一般媒体比较没有讲到 就是他这样的一个中间的材料 他不是说我现在订下个月拿 他其实都是已经先订了 好几个月前就要先订 所以目前还没有问题 所以大概这一季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所以这一季大家都是互相在准备 那接下来要怎么走 那韩国不是也发出了一个报复的手段了吗 对 我们等一下听一段广告 这个在台湾呢 我们了解日韩问题 董思琪非常这么年轻 而且他其实他本来不是学这个 他本来是学国际政治 对不对 其实他是韩国问题专家 刚刚才从韩国回来 好马上回来了 其实韩国人跟台湾人在旅游文化 其实各个层次的交流 都是非常非常的紧密的 我们跟哪 而且韩国是少数第一批 给台湾免签的国家 对不对 好立刻回来 哎呦 他的那个人权机场 现在出境全部都自动化了 对啊 我们就可以用那一个申请一下 两分钟就申请到 对啊 出境不必申请 出境的 我说出境 不是不是我们现在也不用快速通关 外国人出境 对 圆川那个机场外国人出境 根本就是放着照片 因为你进入境又不收 不是有指纹吗 他现在就外国人出境 完全是用照片跟那个 我们现在这个出入境的时候 那是我们自己的本国人啊 不是不是我们到韩国 我们可以申请 也可以吗 可以申请他的快速通关 要付钱吗 不用付钱 不用付钱 你去那边留你的电话号码 一样照个照指纹 在韩国的两个大机场可以 大部分的人都这样 其实好多国家现在已经开始实行这样子了 没有错 所以其实现在我们去韩国出入关了 就是以前入关的时候 你可能排要排三十几分钟 那现在就跟我们出国一样 你再有申请电子步骤 按一下就直接出去 你现在能入境都可以这样 他出境已经完全全自动了 没错 所以他现在是变得非常非常方便 对啊 我们大概还需要那个加强一下 现在我们 其实台韩我们是已经有互惠 这都是互惠的 所以他们来这边也可以申请 那我们现在有一个要 一直希望能够推动的 就是双方能够这一个租车啊 我们现在还有一点没办法做 就是我们到那边没办法租他们车开 他们也没办法 驾照不行吗 驾照互相不承认 不是用国际吗 本来2011年之前用国际 而且互相了 然后2011年的时候 韩国为了一件事情 那他当时越来越多中国人去 中国人也想要租车 但是中国人太多了 他们就后来就是为了要管制限制 所以就通过一个这个他们行政 立法通过就是要换证的话 外国要换证的话 这个国家要经过的一个公约 就是有加入某个公约 那中国跟台湾没有 是是是 所以2011年的时候 他们单方面废除 那我们还让他们出 2012年的时候我们也废除 所以现在双方是没有办法 这个互换驾照 这个是蛮伤的 他们现在的关系也不好啊 中国跟韩国现在不是有限韩令吗 对 那中国人那么多在汉上 所以现在对于中国的反应 不止说 最多的是在冀州岛 赌博的 因为冀州岛 中国人就不用签证 他们现在去首尔要签证 对 所以 现在到处都是可以讲中文 因为他的男相 韩国跟日本的男相做的比台湾积极啊 你看看现在在柬埔寨在泰国啊 在哪里 那都 当然还是日本最强嘛 对不对 越南其实海外投资最多的国家 投资越南最多的是韩国 然后菲律宾这个外国人居住中最多的是韩国 所以他在几个地方里面其实是蛮用力的 但是他们的新南方政策还没有办法有实质的成熟 是哦 对 我们之前去讨论也就是在讨论新南方跟新南枪政策 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答周一克强新 我们今天呢 谈的是 其实上上个礼拜我们就 开始讨论了日韩之间的贸易战 而台湾呢 跟韩国跟日本的关系都非常密切 特别是我们的出口有非常多 产品的重叠性 那到底 7月1号 当日本对韩国行使这个报复之后呢 那所谓的白名单就是这样出现的是不是 那现在韩国人也政府也对日本行使了所谓的白名单的制裁 那现在双方有沟通吗 那美国人为什么都不愿意进入仲裁的角色 那其实日韩之间做这个 其实他所谓的白名单就是安全的 就是安全可以作为安保上面安全上面的合作对象股 那所以对日本来讲 其实台湾也不在那名单上 台湾新加坡都不在那名单上 韩国有在那名单上 原先是一个联盟国家 就是我对于这些国家的审查是很简便的 那通常一般来讲的话 这种贸易审查的话 书面的往返大概五六份资料 然后可能需要花九十遍 他们以前是这样亲近的互信的 但是亲近的国家的话 那你只要三年内做一次 而且填两份简易的标格 然后你这一次完之后 你就三年内不用再做 所以简便很多 那现在日本的意思就是我要把韩国 我列为一个要比较严格审查的国家 就是要出口东西、进口东西等等 就非常的这个 比较麻烦一点 对对对 那韩国当然就想说 那你这样对我 我也这样对你 但是这样对他的时候 其实比较有趣的是 韩国本来是分成两类 日本分四类 韩国分两类 但是他为了日本 现在要设第三类 那理由是因为事实上 韩国依赖日本比较多 日本依赖韩国没那么多 你说当然韩国要进口日本的 东西的时候 韩国是大量依赖出口贸易的国家 但是日本对于对外出口贸易的依赖度 没有像韩国那么高 大家都知道 日本人很习惯把最好东西留在日本用 当然市场大 还有两亿人口 韩国跟台湾都 韩国大概四千万吧 南韩 快五千万左右 那我们也是2300万 对不对 市场就比较小一点 没错没错 所以韩国依赖日本多 日本依赖韩国没那么多 那在他们的这个战争 然后中美又有战争的这个情况之下 那他的这个白名单的问题 跟他们关系不墨的问题里面 是 台湾有什么角色呢 我们可以把韩国人 日本人对你不好 那我们韩国人到台湾来玩 那日本人觉得韩国人不好 不要去韩国了 到台湾来玩 可以这样吗 我觉得这个重点是 当然旅游上面可能台湾受到好处 但大家有个笑话 日本人不去韩国 韩国人不去日本 那大家都来台湾 日韩人在台湾遇到 会怎么样 所以有人这样讲 其实我们应该反过来 刚刚那个Coach 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美国的角色 那美国其实对于这件事情 是觉得会影响到安全问题 因为韩国对于日本 可以对应的手段没那么多 中间有一个东西是 日韩之间现在很难得 从2016年出现 这个叫GISOMIA 就是所谓的日韩的军事情报交换协议 那这个东西到8月24号的时候 必须要讨论你明年度要不要续约 所以说现在韩国以这个东西来作为要挟 就是说安全上面可能就会有问题 那美国就当然不希望这个日韩之间问题生变 因为这也是跟东北亚的区域安全有关 但是美国没有办法利用这个原因去介入其中 因为你只要对哪一边比较偏袒 那基本上都会伤害到另外一边 可是这个外交有私下的手段 公开有公开 私下有私下协调 所以韩国一开始这个事情 日本做这件事情之后 日韩之间没有一个管道去沟通的时候 韩国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先派他们的这个经济的这个 非常重要的人士去美国 请求美国帮忙 然后后来去WTO 想要把这件事情国际化 但是日本的说法就是说 这个东西是你韩国是个不守信用的国家 韩国法院这样找查 然后就韩国呢 其实用很多种方式想要对日本进行报复 那甚至呢 这几天呢 大家也知道说可能会在独岛那边做军演 然后韩国的外交部还发表了一个声明 韩国先发动要军演 对对对 他们外交部还有一个讯息很有趣 要警告国人要去日本的时候要注意 因为日本是一个有可能会受到 核辐射污染食品影响的一个国家 他在污名化日本 叫韩国人不要去日本玩 但是可能重点是 在这件事情 日本做这件事情之后 对于韩国的经济的影响 会比对日本经济影响大 那他的本质跟中美贸易战争有一个很大差别 中美贸易战争 美国用所谓的所谓的关税的方式去制裁的时候 他在某一个地方有损失 但是他又在关税上面能补回来 他用人民币贬值 对没有错 他有报复手段 日本对于韩国做这件事情 其实是伤害别人之外自己也受伤 只是这个受伤相对对方而言比较轻微 那可是那个法院那个判决没有办法再透过国际仲裁 这个或是国际法庭来处理 那事情是因为是司法的 司法的部分 那跟国际这个相关部分 所以日本现在有个提议 其实这件事情要能够终止下来 日本只希望韩国搭义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强增工这件事情 为了这件事情应该要设一个调节委员会 对啊 那为什么韩国不肯 那韩方的政府 韩战争因为是转型正义政府 政府就说这很简单 因为是三权分立我不能干预司法 那你有司法的管道吗 处理这件事吗 那司法管道的话 通常司法管道来处理 任何事情都要处理很久 大家都知道 还有很长的审判的过程 那我可以偷偷问你吗 他们真的司法是这么夺利吗 韩国一般议论怎么看这个 司法跟政治之间的观点 转型正义一个很大的特点 它会随着社会的气氛有所改变 那因为现在已经从这个过去保守派政府 变成进步派政府 所以整个气氛是转变成对于过去史的清算 对转型正义有利的这一方 所以韩国的民意是支持的 对 这是民族主义 那它的国内的正当性 它大概没有办法有任何正式人物说 不行那我们必须要跟日本谈 好所以最后30秒 我们看发展就是看未来 这个独岛的军演美国会不会被逼得出来 而且还有更重要一点是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事实上台湾在中间 基本上没有办法得到好处 因为这个东西 只要少的一些生产 少的最终的生产 其实中间财的生产也会变少 那台湾主要是做中间财 然后也不见得能够完全取代韩国人 所以不要信在了 对没有错 应该是这个爱惊物系 希望他们赶快和解 而且可能所有世界 全世界都受到影响 OK好非常谢谢董志祺 精彩的分析